留给鲨鱼冲战神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猴子的秀发恐怕要不保了 虽然白天有黄色肉蛋克里斯早扒给自己冲分 但他辛辛苦苦恶托向上的分 被鲨鱼一晚上就掉得差不多了 即使这把队友没有英年早逝 同时混进决赛圈 但同样还是逃不过掉分的结局 鲨鱼拼命封烟想自保 可两队实力相差悬殊 不出意外还是被连打逮捕 自己辛辛苦苦狗了两年半 都进前四了还要扣分 这战神还真不是那么好上的 虽然上把掉分了但还好不多 要是前期嘎了那就不止几十倍了 鲨鱼前期依旧是出生岛狗分为主 狗分之余还不忘素质教学一波如何关心队友 在出生岛听着美妙的音乐 等了两分半终于轮到自己关心队友了 你永远猜不到这句话的杀伤力 才刚关心完四号就嘎了 三号又被自己关心嘎了 三号能救 没想到鲨鱼都这样说话了 还是被队友认出自己直呼倒霉 鲨鱼啊 壮鱼真是倒大霉了呀 一号能救吗 壮鱼干好 果真如此 队友只要匹配到鲨鱼 基本上没有活到决赛圈的 我们变成小鸡加能量吧 还想队友加能量想的美 二话不说 直接退出游戏赶下一趟飞机 队友刚刚说什么 壮鱼真是祖坟冒青烟呀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鲨鱼难道就不怕受到掉大分警告吗 虽然队友活着的时候 鲨鱼的指挥运营确实有点用 撞到我是你们八辈子修来的鼓器 但是你们身在鼓中不知福 队友把把一年早逝 让鲨鱼开始嘲讽起陆匹队友来 你们觉得是鲨鱼匹配到的队友太菜呢 还是因为鲨鱼把把单走让队友孤立无缘呢 从出生倒出来后 莫名其妙收获一堆魔法书 让本来心情不佳的鲨鱼瞬间心情大好 哎呀好多礼物呀真舒服 好多礼物呀 真羡慕鱼哥礼物这么多 而我只有还不玩的未成年退款 我爱直播 直播能赚米 我爱直播 我说实话 我爱直播 还好鱼哥没来奶万 否则肯定受不了未成年退款 毕竟看鱼哥直播的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报名 在M城收了两分半 鲨鱼才不慌不忙进卷 可看到弹幕莫名其妙这么多开黄枪的 鲨鱼有点受不了 哎 主播还小啊 不要对主播开黄枪 得有点舒适 此时场上只剩最后20多人 鲨鱼想去前面房区 可却发现都是人 这23人了 哎呀妈呀 这不敢玩啊 全是猴子 鲨鱼只能转移位置 猴家军呀 只剩中心点的两房了 鲨鱼别无选择 哇 受不了了 我必须得来两房了 鲨鱼还不知道 自己来中心点这个位置 是错误的选择 发现房区没人鲨鱼立马停车准备狗移会 没想到来的并不是时候 刚来两秒半 就听到附近车声 不敢不行 敌人肯定也想来 鲨鱼只能先打 敌人一对落单的 这一下玩犊子了 鲨鱼想开启天庭打法 紧接着开车准备走 可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发生意外 鲨鱼还想自救 可敌人又不是小龙虾 直接被当人机刷了 好在关键时刻 被自己雷炸死 这波也不算太亏 我想说鱼哥能救吗 这把真的以武士不孝百步了 鲨鱼把责任推给没用的队友 爸爸都是这种队友 开播到现在 只上了一分 不要灰心鱼哥 这不还加了一分吗 待会这一分 恐怕就要保不住了 发愣了两分半 鲨鱼还在等魔法书 有没有魔法书 我不想到 没想到 还是被套路 到了魔法书 鲨鱼只能勉为其难再开一把 而这把队友 依旧一年早逝 鲨鱼还在开飞机找毒狼 看怎么遇到野生的毒狼 野生毒狼我在天上我可以玩死 没想到天上还有同行 但鲨鱼居然还敢去舔空头 我什么不敢的呢 胆大的吃肉 他们现在很多人到不了这位置 相信我自己的朋友 果然还是胆大的吃肉 鲨鱼小巨变大炮 另一个空头还靠这么近 再次洗蹄大昆山 刚捡完空头进圈站点 而前面就有一个狗分仔 这波野生顺利拿下一个毒狼 可惜他惹祸上身了 敌人队友就在附近 看了他队友 待会难免发生一场恶战 鲨鱼立马停车上楼 果然才刚到二楼 敌人就开始往自己这边罐头置物 没想到一号关键时刻 还在偷学技术加能量 敌人就在附近 可迟迟不敢攻自己 鲨鱼细节躲在一楼 而敌人却都以为自己在二楼狗分 可惜这波没能击倒第二个 大昆山换子弹太慢 实在是耽误事 敌人队友都在喊大残赶紧冲 可惜敌人还是太磨叽了 敌人肯定还在救队友 鲨鱼假装 往楼梯口 封围掩盖脚步 紧接着翻窗打敌人措手不及 这波爆机桌子大残 鲨鱼还是太自信了些 再次掉了十几分 一晚上又反向上分 自己心态已经崩了 明天克里斯又要早起补分了 你们觉得鲨鱼能守住自己的头发吗 鲨鲨鱼